大飛翰天娥 一個工作會議報告 疫情會議工作報告把李一強踢走了 因為李一強是國務院總理 但是所有的人 包括王滬寧他們留下 現在頂了他的位置那個叫做李強 就是李強正式上位 這個就是中國的現實 在這裡不停歌功頌德 就是過去三年 這個疫情全靠習近平的思想 去頂住了 那現在突然間開放 是因為那個時間點到了 中國已經等到就是那個疫情 尤其是那個病毒轉變 現在可以全面開放 這個是習近平的精準打擊 全片報導 除了習近平真是厲害 就是告訴大家 習近平沒錯 無論它是動態清零三年 或者現在的大開放都沒錯 而今年是外國衛生運動開展70周年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習近平說 當前內地的新冠疫情防控面臨新形勢 新任務 要更加針對性展開外國衛生運動 習近平指出要引領群眾主動學習健康知識 掌握健康技能 養成良好的個人衛生習慣 採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用千千萬萬個文明健康小環境 觸勞疫情防控社會大防線 設實保障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國務院總理你一強也作出批示 指出各級政府要進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設實這樣保障群眾就醫和疫情用品的需求 守護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全部都是口號式 而最重要的 防疫關外國什麼事啊習近平 是不是啊 關外國衛生運動開展70周年 你連一個抽水馬桶都不是四周圍有 那你說什麼衛生啊 一個天天講衛生的地方 就是沒有衛生 你不見到我們香港講衛生啊什麼什麼的 為什麼 因為衛生 就是說 一個國家它有自由民主它不用提的 因為它們本身就等於呼吸的空氣 喝的水一樣 只有沒有民主沒有自由的地方 天天講自己有自由民主 在這裡你就看到 習近平他講的就是說 喂 現在防疫最重要就是展開愛國衛生運動 你愛的是什麼國 國家是由人民組成的 你現在幾多人因你的措施失敗 造成了幾多人的傷亡 到今時今日一個國家主席 一個國家領導人 無一以利中國人民 這樣今時今日大談愛國主義 是不是虛一些呢 其實什麼都假 以人為單位 這樣就可以了 一場防疫 見到整個防疫工作小組 為習近平投資抹粉 那你說 習近平知不知道 現在人間慘劇 當然知道 但是為什麼會講 因為他不能夠 不是這樣講 因為他不能夠承認自己的失敗 接著就和大家講 我們最重要是愛國 愛國就是最高標準 那愛國就容許 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在防疫上高犯錯 就可以令到所有人 大規模的死亡 愛國 給人命重要 只有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些所謂的領導人才講得出 除此之外 我都見不到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把加入會員 和Patreon 代表我點了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拜拜